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世界真是天網恢恢疑不漏 特朗普總統經常都批評主流媒體報假新聞 其中一家屢次租到點名的新聞機構 正正就是CNN 而在今天 美國的民間調查組織真相項目 他們的領導人奧吉夫 就在Twitter上爆了一段猛料出來 根據這位奧吉夫所說 原來他在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每天早上都有參與到CNN的內部電話會議 語會的包括了什麼人 比如CNN的主席澤克 以及CNN的新聞部門主管等等 當然在過去兩個月他就沒有表明到自己的身份 而裏面出席的人也似乎是不知道他的存在 據他所說 在過去兩個月以來電話會議所討論的內容 全部都被他錄下了 直到今天 奧吉夫終於表明了身份 在今早9點 CNN主席澤克 就一如以往召開了他的內部電話會議 當他在說話的時候 奧吉夫就忽然之間插話 奧吉夫就做了一個自我的簡單介紹 然後就跟澤克說 其實CNN有內部的人士 被他接入了這個通話的許可權 於是他已經聽了兩個多月 他就跟澤克說 我只是想問你一些問題 你覺不覺得自己是新聞界最值得信賴的名字呢 我們就得到很多錄音 表明了 你們根本不是真正獨立的新聞機構 那即刻聽到之後 當然就是為之大驚 叫所有人撤出了個電話會議 而在今天 奧吉夫就公佈了其中一天的電話會議內容 究竟 裏面他們討論了些什麼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在今早 奧吉夫所公佈的那段錄音 就是在11月9日早上9時 CNN的內部電話會議錄音內容 這一段的錄音也得到了特朗普的轉載 特朗普的評價很簡單 只有兩個英文字 就叫做 Suppression Media 即是專門打壓人的媒體 到底這一段的錄音內容 是記錄了什麼 原來 這個扎克和特別通訊記者 金格爾之間 進行了 關於要打壓特朗普的討論 這個金格爾記者就建議 CNN應該完全掩蓋了 特朗普就著這場有爭議的選舉結果 所提出的任何指控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新聞機構 應該非常謹慎 以及要非常負責任地 不要讓太多平台報導特朗普的消息 因為特朗普不認同這些新聞機構 他的說法就是 根本上這家新聞機構 就不是客觀地報導真相 和反映事實 如果那些觀眾只看你CNN 或者是其他主流媒體的話 豈不是很多時候都會蒙在鼓裏 因為你是會進行這個 言論審查、新聞審查 以及做訊息過濾 你說得明就是 不要讓太多平台報導特朗普陣營的消息 難怪在你的主流媒體裡面 完全找不到共和黨 在各州議會所舉行聽證會的消息 然後就是 特朗普法律團隊和鮑威爾律師等等 他們就在 州法院那處是入稟了 是有提出了法律訴訟的 然後他們那份訟詞裡面 是夾附了有很多人證的供詞 這些完全就是就這個 選舉舞弊行為指控的作工 這些就已經是證據 又是不報導的 難怪全部都找不到 原來你們就定了一個偏採方針出來 就說是不要給那麼多的蝙蝠 來報導特朗普的消息 所以就真的是難怪特朗普 為什麼會批評那些主流媒體 是報導假新聞的 你只是報導一邊陣營的消息 而完全忽略了另一邊陣營的消息 這些都算是假新聞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要反映整個事實的全貌 你就應該是每一個陣營他們提出了什麼的指控 說了什麼的言論 你都要如實地反映給觀眾聽 你是要把那個 決定權交回給觀眾 他是覺得哪一方面可信 哪一方面是不可靠 哪一方面是有道理 你不能夠代那個觀眾 去作主 去作出一個判決 否則的話 這些完全就是違反了新聞自由 你又沒有資格去批評其他國家 如何打壓記者 如何來做新聞審查 你根本上自己也是在做這些事 這段錄音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除非你說不認 你出來說不認就可以了 CNN現在沒有說不認 沒有說這段錄音是假的 當然現在CNN就被這位奧基夫斷政了 但是其他的主流媒體 其實在對待特朗普陣營的消息的時候 所採取的偏採手法 又是大同小異 都是去冷處理特朗普陣營的消息 所以 如果那些觀眾純粹是依靠 主流媒體來接收資訊 他就會變得 很慘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上永遠都沒有辦法知得到 整件事實的全貌 唯有就是 那些願意上網 聽一下網媒 或者是自行來發掘資料的人 他就會更加接近那個事實的真相的全貌 好了 說回那段電話會議錄音內容 為什麼CNN現在是冷處理特朗普的消息呢 原來他們就是想 把方向朝著政權交接來發展 總之就務求拜登能夠 成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政權可以平穩地過度交接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標 所以他們盡量不要去節外生枝 其實都可以理解 因為他們盡量去批評特朗普的時候 分分鐘又會激起那些 Antifa運動 或者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組織的頭目 去上街示威 就會造成了一個 不穩定的狀態 就是不利於拜登 能夠順利交接那個氛圍 所以他們就不報了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根據這位金格爾記者所說 原來他不單是跟民主黨的人有聊天 就連共和黨裡面 反特朗普的人士 他都有份去聯絡 那這班傢伙就建議他 暫時不要理會特朗普 承不承認敗選之類的東西 總之這一段時間 但CNN就是要低調 盡量以大局為重 以完成政權交接作為優先考慮 這個其實是解釋得到 CNN為什麼現在要冷處理特朗普的消息 如果是換轉舊時的CNN 就算不在新聞報道裡面 對特朗普進行狂轟濫炸 起碼他的新聞評論節目 他們都會勉強批評特朗普 比如說 罵特朗普輸打贏要 說他賴死不走 說他這樣那樣 現在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麼這段電話會議的錄音 正正是交代了真實的原因 原來就是不想刺激特朗普陣營 以及刺激反特朗普的人的情緒 不要使得矛盾激化下去 搞到拜登是交接不來 就真的變了悲傷 還有這段錄音說了什麼 他裡面也是提到 要利用911事件作為例子 向特朗普進行施壓 使得他 要向拜登的過渡團隊 開展交接的程序 實際上這件事 他也是 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兩三個星期之前 那些主流媒體 忽然之間 有一宗報導 出來 就說 如果不能夠順利交接的話 就可能會對於國家安全 構成一個威脅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的克林頓總統 就和布殊總統之間的交接程序 出現了多少的甩漏 於是 布殊的團隊 他就不太聽得到國防機密的事情 就變成在處理這些危機上 出現了問題 所以 特朗普如果他不去 跟拜登交接的話 就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威脅 大家應該是記得 我也有說過這件事 現在真相大白 原來整個橋段就是他們在背後量度出來的 就是利用這件事件 來向特朗普作出一個脅迫 就是逼他來跟拜登進行交接 根本上這些主流媒體 你究竟是為了民眾服務 或者是為了 背後的政治勢力 甚至是深層政府來服務 簡直就是不知所為 這位奧基夫還提到一件事 就說 這次的電話錄音內容 只不過是 兩個月內的其中一天 往後他還會陸續有來 還會有更多 爆炸性的錄音公佈 當然CNN方面 會不會考慮追究呢 其實這件事就是可圈可點 因為如果CNN真的 去向這位奧基夫追究他 去告他的時候 其實你就等同於 自己 默認了 他所發佈的 電話會議錄音內容 全部都是真確的 如果不是你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基礎來告他 即是說你自己承認的那些錄音是真的 如果你不告他的時候 他就繼續爆料 要相信那些錄音是真的人 自然會相信 至於不相信那些 比如說那些左膠 左翼評論員 他們又是當看不到 Alex 上身 CNN那次 去踢爆拜登 原來背後有些所謂Dark Money 去資助他競選 他們一樣不說 賀錦麗 他不肯辭去參議員的職務 那些左翼評論員也一樣不說 就算現在CNN的錄音 我相信他都不會說 根本上就是偏頗扮中立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